大家好 我是老衛 我是凌凌 我们今天呢 要来做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活动就是 就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三种咖哩 那三种咖哩的分别为 这个是中辣 中辣等级的咖哩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超辣 就是辣屁股等级的 辣脊花等级的咖哩 再来 这个是大辣 所以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排的 对 中辣 大辣 辣屁股 话不多说我们等下就进行试吃 现在呢 准备了三个白饭 都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然后还有一锅热水 热水要干嘛呢 要把这个加热 它上面写说要加热五到七分钟 那我们就先来加热吧 好啦我们就开始倒数 五分钟吧 5分钟 好啦我们现在已经加热完成了 我们现在准备 逐一将它一一的倒到我们饭上 大辣 大辣 好 我这颜色看起來就比较深了 好啦那我来吧 現在我們最右邊這個 就是我們的中辣 那中間呢 這就是我們的大辣 左邊這個黑黑的呢 就是辣菊花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開始進行試吃囉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 那我們就從最不辣的開始一個一個試吃看看吧 火開 屍體嗎 先吃一小口 來我們中辣試吃 一個一個 中辣 完全不辣 它的中辣呢 簡單講就是味道很香 很濃啊 它有個起司味道 但是有一點起司的味道 那是 辣度嘛 好像 會不會是偽進還是怎麼樣 先 先多吃一口 嗯 很香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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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接下來準備來試吃我們大辣 這顏色呢 看起來是比它深一點 所以我們就話不多說進行試吃吧 就也沒寫說是什麼什麼 對 它都寫 基辛爆表 好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大辣的試吃 嗯 有點辣了 這個感覺呢 它 進去的那一瞬間 很香 味道很濃 然後會感覺到有 好像印度的那種 辣味 印度的那種口感的辣味 然後 吃了之後呢 你大概咬了幾口 你會感覺到 它的辣立刻在你嘴巴裡面散開 然後嘴巴開始有點小麻 嘴巴 嘴巴也會很麻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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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還蠻好吃的 還可以啦 如果這個辣度 在台灣來講 對我來說 大概也就是 中大辣那個等級 但是真的 中大辣等級 但是跟這個比的話 這個完全不辣 這就不用講了 那個中心的那個 可能是寫好看的嗎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再試一試一口 這個怎麼弄 來吃辣 嗯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香耶 就是我敢吃辣 但是 我都會想再寫一口 印度的感覺 嗯 好 好 超痛心來了 你看 這是超痛心 辣菊花等級的 大梨 你看它整的很黑啊 所以我們也沒有準備太多的飯 怕浪費 怕吃不完 所以 我們準備就是 將這邊 試試看看 來吧 來吧 很像錯牌 這個大辣 會 微勁就很強 越來越辣 我現在有點擔心 這個還有橡皮耶 嗯 還有雞皮 整塊雞肉還有雞皮 算了 來吧 好 好 好 喔 好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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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的藏子 它就是印度的那個 很辣的飯的藏子 它的飯的藏子 然後真的很涼 所以它真的 超級緊 真的 真的 當然是無愧 我是還比較能吃辣 但是對我來說 它也是還蠻辣的 所以 所以現在 其實嘴巴已經有點 把它揍回了 嘴巴好痛喔 已經辣到有點 臉都痛了 嘴巴都辣了 可以來一點嗎 好辣 好辣 喔 對我這個很喜歡吃辣的人來說 這個對我來說 有點超過範圍了 太辣了 所以要我再吃第二口 我可能有點 我耳朵好痛 有點需要 再想想 一直在賣汗 對 這真的很辣 呵呵呵呵 真的很辣 這不是開玩笑的 哇 這個18禁這個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請各位朋友去日本的話 看到這個 不要亂 真的很辣 怎麼番茄是超辣的 除非你是真的很習慣吃超辣的 不然 這個一般人不能承受不了 必上口必適合 甚至吃完整的咖哩還不足 太辣了 喔 我已經爆汗了 我還可以撐著跟你們解說完 代表他 我的忍耐忍禮 其實在上去 但是我現在整個嘴巴都是蠻 離開要講不出話了 可是口腔 吼 包含舌頭 都已經呈現螞蟻狀 真的很辣 不開玩笑 你看你已經講不出話了 而且他腸胃不好的人 又吃這個 哈哈今天慘 都爆汗了對不對 都爆汗了對不對 嗯 都燙了 那個廣東人 喝咖啡吃甜乳 讓你這裡 胃食到膩了 濃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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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濃 好啦 今天就為大家開箱到這裡 這咖哩真的很辣 所以 勾勸各位 這個18禮 真的不要亂買 好嗎 好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老味夾娃娃 還要按讚開啟小鈴鐺 OK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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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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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nabling 喔 阿